5月21日 主题为Lover is New的摩摩达品牌新盆发布会 在北京隆重举行 作为TCL通信 推出的全新产品摩摩达3S手机代言人 人籍偶像华山宇也是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一席白衣现在气质清新 要说最近花花可是够忙的 这边忙着代言新产品 那边还要忙着演唱会的事情 忙着也是不可开交 而对于自己即将到来的演唱会 华山宇早前发微博说 大家一定要穿得性感一点 此言一出让小编都有点搞不懂 花花您这是闹得哪一出 因为很热呀 其实没有了就很随意了 我觉得如果太热的话 你们想性感就性感吧 想穿就随意嘛 就是如果你喜欢就穿啊 好吧 现在就要期待演唱会了 曾在综艺节目《花儿已少年》中 有着综色扁眼的花花 让大众更加了解了这个呆猛的小鲜肉 而在现实生活中 华山宇已与参加节目的其他艺人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前两天就是我们大家 就是我们七个人 花少一的七个人 有在群里面说要聚会 因为奶奶刚好明天来北京 因为她在香港 她平时很难得来一次北京嘛 然后刚好趁她来了之后 很多姐姐们都把当天的活动给推掉了 准备我们七个人要聚一下 就这两天 后天 后天 我们下期再见